我身上穿的是H-Gray,灰蓝灰蓝这样子 我身上穿的H-Gray,Salmon badge,还有就是这一个Ollip Green OK,sorry,还有就是这一个Army Green 最深的色就是这一个Army Green Army Green,我身上的H-Gray,还有就是这个Salmon badge 给你进化了一款视线 面料是蒸制,哎,蒸制面料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 前面有扣是functional的,可以开的,OK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游上,往下啦 左右两侧有口袋,OK 然后前面这边就是这样子有个小子 上围,这个partner是属于蝴蝶绣的裁剪 这一件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助理是需要穿M就好了 助理穿M就好了,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我一样三个色都是穿得到S,长度就不会太长或者是太短 我就刚刚好是要逆下一点点 转后面,拉链在后面游上,往下 有弹性啊,面料弹性是非常大的 我希望是要弹性的蝴蝶绣的蝴蝶绣 如果要鲜白的话,特别我觉得拿主播现在身上这个色 对,X-Gray X-Gray 比较少会有看到的颜色 硅蓝,硅蓝 这样也是简白 那么呢,这个款式只算我一样,它要选择M就好了 我去穿着青色,欸 这个的青色是属于Army Green,它是带比较... 其实这个颜色是带有点像是比较冷的,比较冷的感觉 因为它这种青色,它是属于比较有个性的一个颜色来的 它不是很有非常柔的青色,是带一种就是说... 呃...就是飞角植物,属于比较深的那个青色 可是它又不是说... 就是说那个Army是陆,陆菌色是什么? 陆菌色,陆菌色,陆菌色 就是Army Green 那个颜色啊 所以说我是蛮喜欢这个颜色,是比整体来讲是比较酷的感觉啊 这个颜色 所以呢,如果你们的size,我一样啦,选择M就好了 穿着我说它拉伸是有空间 那么这件基本上腰穿到上围跟下围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是蝴蝶绣裁剪,所以说... 呃...基本上它是水大蝴蝶绣的 它的那个上围基本上会大一个马 然后说...加上下面是一个小flare 然后是大A的一个裁剪 就是说腰穿到,上围和下围会有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件呢,给那些说穿起来要比较有曲线 可是说不怎么喜欢说太约束了,这件是非常适合 因为它只是有收腰,整体看起来都比较有曲线 没有约束感 因为上围跟下围都是水比较宽松 可是呢,这件呢,比起就是说... 呃...常常有些人,它比较湿纹 是因为它是前面的一样 它这个扭扣前面上面是可以开的 然后它是后面那边 所以说这样子的款式啊,它整体比起圆领啊,摄方领 它会有比较湿纹的感觉 如果你扣完啊,它是非常显湿纹 我们之前上几期是有个类似这样子的 那个都非常光光,很多部份还在找的 就是说,这个版型的,你可以考虑这一件啦 因为它整体是有非常显瘦的效果 蝴蝶绣,然后收腰,然后下半身 它是处理一个小flare,一六零整体穿起来的 就是,一样来我是乞丐一下 就是这个的长度,老师也是非常的适合 所以说,你们的尺寸都会一样 这个款式,M就可以啦,不要带走L,M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性感的颜色,你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这个小门护 虽然说上围是属于蝴蝶绣的材点 可是你不用怕蝴蝶绣这一边会走光啊,是不会的 它的这个胴蝶绣这一边是ok的 基本上它穿起来就是,在上围这边是属于蝴蝶绣的材材 像它助理讲的,扭扣是可以开 所以整体你穿起来,它断转的来,然后又很湿纹 它湿纹是会前一扭扣 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舍的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这一件穿M 然后面又是有弹性 除了前面扭扣,然后后面拉链是有上往下 所以它是水表单,它简约的来 可是还是有微微的小细节 在腰左右两侧这边是这样子有桌折 然后这一边前面扭扣,后面拉链 后面一样是有这样子按压线 那一个这一边这样修腰的款式 所以整体穿起来,它是很显瘦的材 显瘦的来,可是又不会有那种椰树感就对了 我身上的小细节 最深的色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军绿色 军绿色 它是属于比较酷的颜色 也是接下来是会非常流行的颜色 所以说想说跟着潮流走的颜色 你们可以选择带点青色 加上这个青色来想,三个色里面 它一样它就属于比较显瘦的颜色 它没有黑色或者是深蓝色 它就以了这个绿菌色来打野 所以说想要跟着,想要显瘦 然后跟着接下来非常流行的颜色 就带着我身上这个青色 显白,比较会少看到的 可以选择这一个啦,这一个 还有一个时候是属于比较柔的颜色 像我比较带甜的颜色 就是它还主播穿的一个 SALMAN BASH SALMAN BASH有三个是你们选择 比较深的话就是我身上比较轻色 所以该这么说,这一个款式呢 它的颜色是比较冷色细的就对了 我身上换了这个ARMY GRAY 三个色,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有去到XL的 H GRAY,你要显白一点 你就考虑带走这个H GRAY 这一个色,然后你比较性感的颜色 你就带走这个SALMAN BASH 再来就是显瘦的颜色 由我身上这个ARMY GRAY 上违蝴蝴蝶秀的材材 小FLAIR大A的秀 对了,长度是有在那边的 就是相会TOUCHDOWN 腻一点下,腻下一点点 看来是高啊,如果是160 就是要蛮多 加上这个款式,塞一些DUX就会出 对了,OK,三个色 要的话,都请你们尽量直接直播 所以你们喜欢尽量直播下单 不要Inbox 因为我们上一期,有很多会Inbox拿不到 因为分到他已经被抢完了 要的话,直播下单 因为基本上上一期有的联身群 剩下的也是被顾客放飞机的 放飞机的,请不要来下单 我应该要这样跟助理讲 但是有放过飞机的 你下次来下单 我们是不会理会你 一定不保留吧 对,OK 第一款就是这个 因为有些人回复的很累 我回复了他十次 他就是死性不改 每一次回复他就不了了之 所以这样的功课以后 于律不收理 有点很很很 怎样讲 很累 很上眼去 因为我刚才跟你讲 不要紧啦 可能他上次很忙 说他没有时间付款还是什么之类 绑腰带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的 可是这件的不绑也非常有缓 是因为他是上半身蝴蝶细 你看 因为有些是比较那种贴身的 就绑腰带 他会比较看到你的鼻垫 这个你看 就算我不绑多 他还是会很明显 你看到他的鼻垫 是因为他上半身是跨松 然后下半身是一样是跨松 如果你说你要加腰带 肯定是可以没有问题 可以加到 这个 可是不加的话 你就会穿得比较舒服 因为毕竟现在助理讲 这边他走一两侧 他有这样子按压桌子线 连后面也是有 连后面也是有 OK 今天的第一款 SQ SUMON BAG 还有就是我身上的ARMY GREEN 这个款是他的颜色是谁 比较冷色系的就对了 SXL OK 没有那么好 好 好 OK